好,那我一样回到初始 没有东西 这些形状 只要是这些叫形状东西的 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对我还没有讲 在这里 它其实有三类 就是你在画下去之前 要决定 你是要做画成形状 还是画成路径 还是画成像素 这三个差在哪里 预设叫形状 形状就是说 有填满 有画笔 就是有线 有填色跟填线这样子 所以这一个画下去 有颜色跟线 那如果是选路径 路径是什么意思 这一个画下去 什么都没有 只有路径 而且这个路径呢 只要你不选 没有选择的话 你没有选它 它就看不见了 它看不见 这个路径会藏在一个叫路径面板里面 这个路径面板我等一下会再提 总之你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选择的是叫路径 不管你画的是什么形状 不管你画的是什么形状 只要你选的是路径 你画的东西是空的 它没有任何东西的东西 它纯粹就只是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是为了之后要做什么事情 好这个等一下我再提 它就是之后你可以说我里面要填色 或者是我要描边还是要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 你只是定一个路径而已 好这比较特别 然后再来第三个 如果你选择的叫像素 像素就是像素一画上去 就真的画上去 就看它是真的画上去 它没有再开一个新的图层 没有再开一个新的图层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认知的 直接填颜色的意思 直接就填上去 那个叫像素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改 你事后没有办法把圆再改东西 你没有办法再改线 没有办法再改填色 因为它已经填上去了 所以它叫做像素 这样可以理解吧 所以内定 内定是用形状 因为形状都可以事后再改的 我只要选到它 我只要选到它 我都可以再去换颜色 再去改笔画 要多出 都还可以再改 但是如果是像素就画上去 就没了 那如果是路径 路径连选都没得选 因为它只是存一条路径 那个路径等一下我们再来提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比较常用的 可能还是形状 试一下 试一下